放啾啾出来散散心 黑鸭过来了 虎视眈眈 啾啾不退反而冲过去 这回知道错没有 啾啾没有受过社会毒打 他还想继续打架呢 两斤多的小鸭子挑战一只 十斤的大鸭子 好了好了 这回咎咎认输了 他知道错了 他知道错了 有我帮着 咎咎还死命的咬 黑鸭 松开黑鸭 他们就扭打起来 我根本就抱不走 这只小鸭鸭 上手 你还打上瘾了 哈 你这只小鸭子脾气这么大 脾气怎么这么大 因为我拉偏架 所以黑鸭都不敢过来了 在那里哈气 对不起 鸭鸭 你这么大块头 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他不开心了 在那里乱咬东西 看这只小鸭鸭 还不服气还想去打架 走了我带你去小溪那里 不要在小花园这里了 来最上游这个水潭这里 把它扔出去 好 好 就没有痛快的洗个澡了 这里的水够深 想抓鱼啊 没有鱼的 大白天的这些小鱼仔是不会出来的 江 他离我好近哦 他都不敢跑远 就在我跟前这里洗 哭的我满脸都是水啦 你这只臭鸭子 我满脸都是水 他真的扑的我满脸都是水 我得离远一点 差不多了 山翅膀就是差不多了 走了 走吧 揪 哎 着急忙慌的就跟上来了 走快一点 我刚才没有等他自己先走过来了 上手 上手 哎呀 哎呀 洗完澡很乖的 又是一只精神小伙 刚才 刚才羽毛都还没梳就被我带回来了 他一边在门口这里梳毛 一边等我给他开门 就 开门了 门开了他就会自己进去 哈哈哈 好